于氏和陈芷希的词条突然上了热搜 这时的起因是有账号爆料并艾特于氏工作室 说于氏不是单身 他和某富婆暗戳说同居了 目前正住在富婆两亿的豪宅中 还说9月份卓伟要爆料的人就是于氏 关于富婆的身份 爆料账号称对方就是热烈的制片人陈芷希 且陈芷希已婚有娃 同时爆料账号还透露于氏背后有内地 港眷 弯弯三股资本力捧 是名副其实的资本咖 富婆陈芷希正是给于氏输送资源的金主姐姐之一 事情发酵 爆了热搜后 陈芷希发了保你平安的海报侧面澄清 保你平安讲的就是网络谣言的故事 没多久爆料账号也发帖道歉 说自己只是胡说八道骂于氏 一切都是造谣 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谣言怎么就爆了 现在于氏粉丝正在广场上辟谣澄清 就暂时的情况来看 于氏和富婆同居的这个瓜算是掐死在摇篮中了 但也有一些饭圈人士 主要是陈慕持粉丝 陈慕持出事后 他家粉丝坚称是于氏为了吃到风神交通发达CP的全部红利 而算计陈慕持 两家动不动就会打起来 表示于氏不可能清清白白 并迅速翻出了他于职时期的黑料 比如在网上放自己的内裤裸图和老盖子亲密互动 被泡菜国经纪公司开除等 开骂于氏 实际上吧 于氏私底下确实没那么老实 他身上很多抱大腿上位的瓜都是真的 但陈慕持翻车后 风神及背后资本生怕他也出事 花了大力气保他 他很多瓜现在都被清干净了 这一时半会的 他全面他房的可能性不大 当下他真正急的是 他粉圈一个无脑粉丝为了维护他 公然利用职权制变 威胁要开合一个素人 事情已经闹到当地派出所了 这种脑残粉行为再不收敛的话 粉丝行为迟早反噬到于是本人身上 son者 鸣的角色